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年皇帝手握前朝宝藏 暗子联合江湖门派天香阁 一遇推翻魏王统治夺回政权 为此假义举办桃花节 想将藏宝图递交给天香阁 同时毒杀魏王 魏王得知消息重兵涉服 意图截获藏宝图 兼密天香阁 顷刻间京都杀鸡四伏 王上 讨厌 王爷 现在的京凤楼 可是一只蚊子都飞不出去了 这京城早晚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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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京城早晚 Üb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选拔终于选出了今年的花魁 它就是来自我们金国的莫若兰 好 我已经查看清楚了 周围全是中兵 去告诉朱大人消毒证据 去告诉其他人烧烂物造 朱大人 朱大人 王爷 王公公说了是朱大人 朱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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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兰儿敬祝王爷万事豪情 敬王爷一杯 王爷且慢 王爷今日有药室在身 不便饮酒 由在下代劳回敬姑娘 在下敬姑娘一杯 将军 啊 王爷是替皇上分忧 所有人等 不可轻举妄动 你留着稀奇要尽 是要造反吗 王爷 别一时冲动 断了朱大人的气 得不偿失 王爷 您要的是藏宝图 不能有杀戮 免得名冤死期啊 罪臣诸刚烈 夺藏秦朝旧 罪不容诸 请皇上裁决 全凭王爷裁夺 别破坏了这番美景啊 走 我带走 还不继续跳 为皇上住信 王爷英明 捉拿乱臣贼子 保卫天下安宁 究竟是谁走漏了消息 可能是皇上身边的人 也有可能是咱们自己的人 当务之急 是营救朱大人 尽快查清朱大人的位置 是 一个人 就 十 一 我给你罢了 我给你罢了 冯阳 我给你罢了 这树钢烈最太硬了 朱大人 藏宝图与你 真有这么重要吗 管我 救完天下 对啊 这天下迟早是我的 不如你就少受点苦 把它给交出来吧 你管在我脑子里 有本事 你就杀了我 你 你 你们大人不起想不过 歇消气 王爷 既然知道天香鹅的人都藏在金凤楼 管他妻女还想杀手 以我铲除德了 封大人 王爷如果不分青红皂白 大肆抓猛 那百姓们该怎么误会 等王爷登记以后 说新皇帝残暴至极 王爷只有得到百姓拥戴 才能够安享千年基业 王爷 您进一步说话 王爷 既然朱大人不愿开口 不如先放着他 这几天天香阁肯定会来研究 等回去以后 王爷可以挤用 安插在天香阁的县人 害怕拿不到藏宝图吗 这事就交给你去罢了 小的明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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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他们怀疑天香阁出了内嘴 兰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进展吗 没有 百变生心思莫测 兰儿还是没能弄清楚 天香阁真正的阁主是谁 一日找不出天香阁幕后之人 我就一日不得安稳 得宝藏者得天下 朱刚烈已经在王爷手里了 只要有宝藏 灭掉天香阁 是迟早的事 老儿 等我皇权在握 你要贵为皇后 就可以随时在我身边了 若兰不想当什么皇后 只愿在王爷身边侍奉 可是我想给你天下最好的 天香阁对兰儿来说 是灭族之仇 也是王爷登上皇位的绊脚时 兰儿一定会助王爷 灭掉天香阁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让你 早点回到我身边 消息属实 朱大人就关押在魏王府的私牢里 那还有什么好商量的 直接出手 没那么容易 恐怕会有陷阱 最好一个人去 最好一个人去 就算失败了 损失也小 你最好一个人来 我会派人接你 我 我一个人 你武功最高 只能这么办了 可是我还是觉得 你武功最高的 就放心 我若没介意你 这是一瓶 提升内力的神药 喝了吧 我们出来的时间太久了 赶快回去吧 好 牛大人 来 招呼兄弟们去喝点 谢谢牛大人 谢谢牛大人 快去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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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人 是条汉子 不用这么看着我 我是天香阁的人 记住 待会儿天香阁会来救你 你记得 不要乱来啊 刀剑无眼 我只是个奉命行尸的小罗罗 是你啊 自己人 你最好一个人来 你最好一个人来 我会派人接你 是魏王爷让你来的 对啊 这主意就是我出的 听说你只卖一不卖身 好奇而已 什么女人 什么女人 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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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朱大人 我 花儿来 花儿来 醒醒啊 为了正义 alker 没手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 救不救人 牛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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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怎么这么疼 我这是在哪儿啊 从我看什么 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谁 他昨天对我做什么呢 人呢 来 来 有话好好说啊 别装神弄鬼的啊 没有人啊 这一夜肯定是后写上去的 那天封大人已经搜过了房间 什么都没有啊 人没救走 没有啊 阿牛呢 阿牛大人啊 暈倒了 暈倒了 对啊 要不是我在场啊 这珠缸烈早就跑了 说 这一夜是什么 是天下 万言其怒 小巫人责乱大骂我 我有办法 能让他说出来 阿牛醒了 让他来见我 是 完了完了完了 哎呀 舵主 你醒了 舵主 你们也是天香阁的人 金凤楼一半的姐妹 都是天香阁的 啊 那什么 我知道我知道 舵主 你怎么了 我哪知道我怎么了 先搞清楚 从而发生了什么 嗯 那个 朱大人怎么样了 还没救出来 你怎么那天就晕倒了呢 那牛大人呢 不对啊 哪儿不对啊 说话声音不对啊 有吗 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你跟王爷身边的牛大人 一块儿晕倒了 舵主 你们没事吧 啊 我的事儿 你都流鼻血了 嗯 哎 舵主 哎 舵主 你干嘛去啊 我的天哪 你们干嘛呢 有什么事儿 也跟我说说吧 你知不知道百哥主在哪儿 妹妹 妹妹 你今天刚刚醒了 赶快收手啊 不是 对 妹妹你好好休息啊 你们平时就冷落我 不管不管 我最要留心来 跟你们说话 可以看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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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流鼻血了呀 好看 好看 特别好看 好吗 我还没跟姐姐说上话呢 那好吧 那好吧 那我去接客了 对了 我们该去见百哥主了 走走走走 走 舵主 你可不能这么推着 对 我可没钱付啊 天香可在京都居然还有这么个好地方 连我都不知道 哥主 若兰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关于这次任务的失败 或许是我安排的卧底 说出了问题 不是 我 若兰 我没有怀疑你 我是怀疑 我安排的卧底归顺了魏王爷 阿牛没问题 那天挺顺利的 你怎么知道 不是吗 因为跟我接头的就是阿牛 若没他们都看见了 再说了 任务失败 也不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啊 花若兰也有责任嘛 你不就是花若兰吗 我 实话跟你们说了吧 我现在 我现在是我 又不是我 我现在 就是阿牛 你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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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 你信不信灵魂互换这种事情 贃主啊 你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是啊 我也不信哪 关于卧底叛变的事情 咱们下次再讨论吧 好好好 快扶ces贵主回去休息 走了走了 multiple 叛变不存在的 这大夫都说了无大碍了 怎么还不行啊 昨晚此时 去牢房查探珠缸里 遇到花若兰 放心 遇到风雨 然后花若兰晕了 我就轻了花若兰 连速点 然后 我就晕倒了 对呀 我晕倒不就行了 不行 还是不行 别说你我不行 我也不行啊 这叫什么事啊 王爷啊 这大夫都说了 王爷 王爷 朱大人他 嗯 还朱大人 自己人接自己人送 嗯 自己人 还送不出去 我跟王爷安排的卧底 马上就要完成任务了 是谁追着喊着要追杀的 够了 你 晕倒了 他呢 我只记得 我帮着卧底从后门逃走 接着封大人就开始阻挠 突然我就晕了 然后 什么都不知道 难道 他不可能啊 消消吧 是 王爷 王爷 我感觉这事有点稀强 要不要试试牛大人 吓死我了 你醒了 都晕倒一够多时辰了 晕倒 怎么就晕倒了呢 反正啊 现在醒了就好了 你是不是被弱竹弱梅给孤立了呀 他俩 他们呀 神神秘秘的 总窃窃思雨 今天呀 他俩比以前还要冷漠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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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了 牛大人 自行安排吧 你又时辰之后 在这儿混合 哎 你说 王爷让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王爷说你受惊了 让我带你来这儿 好好地享受享受 瞧你那样 像是带你来享受 哈哈哈哈哈哈 玩得开心点啊 我一会儿找你 你怎么来啊 是魏王爷的命令 我看他被怀疑了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魏王爷在天上阁有卧底 哎呀 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 喝完没用啊 花若菊 美若天仙 是不是呀 哟公子 你都好久不来了 这么多人们多不好啊 你这我特尴尬 真的 你是天香阁放在王爷身边的卧底 你是王爷放在天香阁的卧底 这么说得通啊 那天我以为 你是天香阁排人 说你是自从人 你以为我是王爷的星祖 也说是平家 少废话 你要是敢说出去一个字 我就杀了你 啊 啊 又来 老爷 今天看上哪个姑娘了 书兰 哎呦 老爷 我说了 我若兰不接客啊 哎呀 拿这儿 哎呦 若兰啊 我拦不住啊 若兰啊 你可千万手下留情 别闹出人家了 美人 你要干什么 美人 我退你的吧 公子 公子 我真没骗你 里边真不能进去了 不可能 你没说花儿兰从不接客吗 哎呀公子 你信我一次吧 你不能进去了 是不是钱的事啊 里边那位啊 比你有钱 公子 哪儿 陪陪哥哥好不好 陪陪哥哥好不好 舒服 真舒服 哎呀 哎呀 方大人 你真不能再进去了 哎呦 方大人 老二 先帮我挡一下 哎呦我去 爹 方大人 你就听我呢 别再进去了 来 改日 哎呦 哎呦完了 今天要出大乱子了呀 大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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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大吉大利 这是对元号吗 我不知道啊 你仔细想想 大吉大利今晚 今晚不行 你严肃一点 啊 牛大人 牛大人今天晚上喝醉了 玩得太尽兴了 哈哈哈 不瞒你说 牛大人没几天快活日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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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已经怀疑牛大人 跟天香格有关系 你的任务就是 找到他跟天相閣暗自勾結的證據 王毅懷疑牛大人了 小聲點 這是秘密 你跟人家叔叔 為什麼懷疑啊 為什麼懷疑啊 小的只是奉命行事 請花魂梁自助 快點 快點 人家還沒說完呢 死腦筋 長這麼好看 怎麼能助紂為虐呢 脂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进入了你的身体 我说我灵魂进入了你的身体 依依也不行 我的意思是说 我晕倒了之后 我的灵魂就会进入你的身体 我的身体就会昏迷不醒 最近确实有鬼压床的感觉 但总是控制不了自己身体 你明白了吗 干什么 你怎么又打我 你怎么还打我 别再打了 求你了 先想想怎么解决灵魂的事吧 你该问问你自己 这几天有没有做不寻常的事 吃了什么不敢吃的东西 没有 那就是喝了有毒的药水 我喝了一瓶药 你看 什么药 百变生给的增强功力的药水 增强功力 用办法了 一刻钟后吸口相见 走 走窗户 走窗户 王爷 我已经告诉花若兰 让他注意牛大人的东西了 但是昨晚 牛大人去了花若兰的房间 王爷 这大吉大利的暗号 只有我跟花若兰 还有王爷您知道 昨晚要对暗号的时候 牛大人就躺在花若兰床上 但是花若兰一直避而不语 没有接暗号 像是在防备似的 买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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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二人 营养不合 最近 有大型的缠谁 缠得太紧了 小位姑娘 你命中作敬的男人出现了 死缠烂打 无科救药 好像有点准 小位公子 你命里有桃花将 最近 会因为桃花 有血光之灾 对 确实有 我们的灵魂会相通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即使命里有怨人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见得断了 也只好个不少人 怎么治 这个金囊 可不外现不起 到了晚上 寻个披荆场所 双手合适 神情对我 共同将金囊里的扶手 说回 便 不会再有祥通之爽 开不开 开不开 那 开始吧 你给我老实点 又不干什么 只是拉拉手吧 解决了灵魂这事 你我就两清了 怎么了 别动 别怕 有我在 你没事吧 你受伤了 没事 你关心我 还不开始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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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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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任务失败也就有道理了 都这么久了 应该成功了吧 过来 你叫我过来的啊 既然成功了 你我以后互不相识 你不会向王爷去揭发我们吧 我阿牛 发誓绝对不会做出卖你的事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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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